Hello 大家好 我是Emilia 今天我就想說一個大家都可能很感興趣的 topic 就是 OnlyFans 賣相到底多好賺的呢 我自己其實就是被平台列為top 10%的creator 我的賺錢能力可以說是名列前流 到底我一個top 10%的人士是怎樣賺錢的呢 賺多少錢的呢 平均的OnlyFans的creator又是賺多少的呢 今天我在這個影片 斷著詳細跟大家去講解一下 經常看到很多網民 不論是胡錦中愛 都會覺得OnlyFans上面的女生 其實還有男生 都是很好賺的 其實他們這個想法是絕對錯誤的 根據這個Thomas Holland 他是做OnlyFans的經濟學研究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我不詳細探討他的credential 你們自己去看看 我自己的數據也是可以backup的 平均的OnlyFans的creator呢 他一個月呢 其實只是在賺大約150至180元的美金 回到港幣呢 即是1300元1400元左右 一個月 一年呢只是在賺大約2000元美金 即是15000元港幣這樣 連我們香港人的一個月薪金也是不夠的 我又不會說很怪 即是廣大的網民呢 是很誤會OnlyFans是賺得多 畢竟呢 那個門檻是很低的 即是是人呢 你都可以開個帳戶 你就可以開始賺錢這樣 你們呢 又會經常在新聞那裡 看到一些很誇張的數字 包括有些人是可以賺到 100萬以上一個月 甚至OnlyFans的龍頭呢 是說在賺千多萬港幣一個月的 那當大家看到這些新聞 我是不會說很怪大家去 誤會了這些平台是這麼賺錢的 即是好像在香港那樣 就經常看到有些網民說 這女兒又開Patreon賣相啊 賣到買樓啊 即是其實我就是那個買樓的當事人 全香港根本只有我一個人 是公開了自己透過Patreon去賺錢 之後是賺到去買樓 為什麼我是代表全香港所有 做這件事的女性也是可以的呢 還有為什麼大家又不說男性呢 即是會很容易出現一個 的倖存者偏差 即只是看到一些成功的例子 就覺得大多數就是這樣了 其實大家有這個誤會 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我自己作為一個所謂的項內人 我知道大家如果對這方面 有興趣的時候 那你何不去了解多些呢 或者知道事實究竟是怎樣呢 這個偏見其實是很有害的 你們這樣說那一下 很多人真的覺得是真的 然後就會真的走去 摸衣摸褲賣相 他自己未必很想的 他就是以為一摸衣 一摸褲 一放自己出來 就是會賺到很多了 就會越入過億的了 就會越入過三十萬的 即是我之前也出過條片 是講這個數字 其實他們能否承受到這一行 帶給他們的壓力 是不是真的可以承受到所有的後果 以及自己可能真的 身邊人對他的壓力 即是要賺到錢的人 其實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以及數據都顯示了 是一個極少數 你們經常說 每一條女都在摸衣服 就會放上OnlyFans 就越入過萬 真的會有些小妹 是會相信我 其實是很不健康 即是我不是說 我自己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我是極少數 賺到錢 不是這件事 而是事實上 真的賺到錢的是少數 而不關你是不是厲害 以及厲害 而是只是你 符合某些特定的條件 以及你要夠努力去做 我打個比喻 開一個Patreon 或者一個OnlyFans的帳戶 其實就好像開一個銀行戶口 差不多是別人都可以上網 去開一個銀行戶口 但是不是開了銀行戶口 就代表有人會 入錢進你的銀行戶口呢 先說回這個OnlyFans的數據 按照他的研究 其實OnlyFans上面 1%的創作者 即是他有 二百多萬個創作者 是在找整個平台 33%的盈利 即是那些極度貧富懸殊的情況 Top10%的創作者 即是我都在裡面 在找整個平台 73%的盈利 你想想 其實90%的人 基本上是在吃屎 那我們現在也來看看 究竟找得多的OnlyFans創作者 有什麼特徵呢 首先第一點 他們就是要 本身有一個很大的知名度 以及已經是有一班觀眾的了 明星 或者本身是有很多Followers的KOL 他們一來已經可以把那些Followers 推到OnlyFans那裡 譬如他本身已經有 一百萬Follow 他一推到OnlyFans那裡 就可能轉化了成為十萬的人 去訂閱他的OnlyFans 他每個人收幾元 已經是有幾萬元美金一個月 這樣就很容易去轉化那些錢 但是其實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人 你本身沒有知名度 沒有人認識 沒有討論的話 你在OnlyFans開一個平台 或者你有一個IG 但是你只有1萬人Follow 只有3千多人Follow 你怎樣轉化過去呢 其實也是很難的 還有當一些明星或者KOL 他本身有一個討論到的時候 他開這個平台的時候 也會得到其他媒體 Content Farm 網媒的關注和報導 而令到更多人 得知他開了OnlyFans 而走去訂閱 我自己當年都在這個情況 但是我不是OnlyFans 我是Patreon 因為我本身在網上已經是 有一點點知名度 還有有一點點Followers 亦都是有網媒和連登 那些經常是極度關注我 那當我去開了Patreon的時候 其實他們很多人 都是有報導這件事 而令到 拿了大量的人流 去我的Patreon那裡訂閱 那如果你本身 網上是沒有經營開一個身份 或者沒有一個知名度 人家怎樣會 第一一下已經看不到你了 又怎樣知道 有你這個人去訂閱 或者根本不會對你的角色有好奇心 第二個可以令到 那些賺得最多錢的人 為什麼賺得多呢 就是Niche 就是要很有那個獨特性 很難在外面其他地方找到的 有些很popular的Niche 包括癖號上的東西 極端或者比較出位的一些內容 BDSM Forceplay 講明星的一些八卦 標題性 話題性 的題目也有獨特 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那就會是一個Niche 其實曾經 我都以為自己是一個Niche 因為 連登 或者是 網民 經常說到我是 全世界最醜樣 還有最肥 最噁心 那樣 那其實我是真的 相信了 因為呢 我對 我個人 我不是很了解 或者不是很 care 外在的人 是怎樣運作 他們想什麼 那他們想 其實我是沒有所謂的 我就沒有研究 那既然很多人都說我是 極醜樣 極肥的 那其實我是相信了 但是呢 我得知這個資訊之後 我是不會很自卑 或者什麼 我純粹覺得 好像知道了一個 有趣的information 那我就以為自己是 在利用我的Niche 就是我就是 賣肥和醜樣的 那所以呢 一些喜歡肥和醜樣的人 因為外面沒有 外面大部分人 都是不肥 而且 不是好像我這麼醜樣 就是我覺得我 如果 10分裡面 我是2分 就是 我因為我這麼 其貌不讓 和肥 所以就是 一個獨特性 很奇特 就是一個Niche 那就吸引到 別人去訂閱我 這樣 但是其實我後來想回 應該未必是的 純粹可能是 我有一個獨特的人切 這樣 中大 有什麼女拔 Gradian 有討論性別 可能這個是我的獨特性 而不是說我 是肥到 這麼獨特 以至是因為肥 而 吸引到 一個Niche 去訂閱 因為其實我最肥的時候 是60kg 這樣 其實也不是很誇張 出門外面不會是 特別超級肥的一個人 這樣 可能我自己當時也是 有一點點誤會 第三個分析的點 就是 content quality and consistency 就是你的內容 是要有質素 以及 要保持著 去出一些內容 出來的 我IG還在這裡的時候 很多人會 DM我和我聊天 就說 他其實也想試試賣相 但是 他開始了一個月 他就 收皮了 這樣 其實你一個月 你可以有什麼 尤其是你本身也是 沒有很多followers 沒有討論到的時候 你一個月 你當然是 不會賺到什麼錢 那些賺得大錢的人 其實他們是會 投資了很重的 在一些器材 或者在自己的打理上面 很有quality的照片 用一些很專業的 studio 甚至是會 請一群人 去幫他們 去做很多很多很多的 content 去留住followers 而且他們還是要 持之以行 不斷不斷地 去製造 源源不絕的照片 和內容 我自己 也是這樣的 我的器材 就不是很高級 但是 因為拍照 和寫文 講性別議題 這些真的是我的興趣 所以 其實我在這裡說說說說 說說說 都說了可能有 十年 接近十年 如果我只是想著 是要賺錢的 第一個月沒有錢 我就自己摺 自己不再做 那我根本不會 建立到這個 的 consistency 出來 其實他這個 我也覺得說得很對 他那個 content quality and consistency 那 quality 其實他這裡就是 說照片 那些 那 我覺得如果你是 你自己的內容 你的觀眾 購買的話 你已經是找到你的定義 的 quality 了 有些人不是賣相 的 或者就算賣相 也不是賣很高質素的照片 而是一些其他類型的東西 那 第四個點 就是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他就說 其實那些 很厲害的創作者 通常是會 不斷在他們 各個 所有的社交平台 都會不斷 推廣他們的 OnlyFans 會不斷 跟他們的粉絲 去互動 用一些 廣告 Promotion 和其他的 OnlyFans 的模特去合作 去不斷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和粉絲的 Base 我自己 曾經也是這樣的 只不過 IG 就經常打壓我 那 導致我現在的IG 我也不用了 所以就用不到 這個模式 所以我應該也會慢慢 收皮 不過 不要緊 第五點 就是 Exclusivity 提供一些 很獨特 和一些 只有訂閱者 才會有的 獨特的內容 我自己來說 就是我在Patreon 和 OnlyFans Patreon 才有些 IG Youtube 都放不到的照片 以及一些 18禁的 內容分享 那 OnlyFans 就是放我的腳 其實 也有點搞不搞 不過不要緊 我這些內容 其實在 其他社交平台 是看不到的 當然也有人 是流出的 那 那些人就會 因為這些內容 去訂閱 還有 有些人 就會在上面 有很多的 interaction 可能那些粉絲 都是想 多些接觸自己 平時上網的 偶像 那 你可能透過 訂閱 可以一個月出來 吃飯一次 或者跟他們有多些 網上的聊天 就會導致到 那些粉絲 去訂閱 總括來說 如果你是要做到 這麼多點 這個研究者 他也有說 你基本上是 一個全面的工作 甚至是 多於全面的工作 因為你還要請 一些團隊 其他人 去幫你管理這些 做一盤生意 你還要管理下屬 去幫你 所以你說 是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很輕易就可以找到 一個月球人 星球人 這樣的人工 是OnlyFans 其實就 絕對不是 大家說到它這麼簡單 還有其實如果這麼簡單 我也建議大家 各位的人士 都可以去做 因為有錢 為什麼不賺呢 但事實就是 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其實我也很不建議 那些妹豬 聽到連登仔 說什麼 女人一剝衣 就賺很多錢 然後就自己去做 你有機會是會後悔的 你真的要確定自己 很喜歡拍照 很喜歡分享這些東西 你自己有獨特性 你真的想清楚 你不介意將來你要犧牲 可能你某些人際關係 或者你和家人的關係是怎樣 或者你將來找工作 可能這些東西 你上網放了出去 可能會影響你將來僱主對你的看法 是不是 就是你要想清楚很多的後果 以及放棄很多東西 你先好去做 不要輕易聽些什麼年婚仔 Reddit那些人說 很容易賺 很容易賺 你就自己死去賺 這個是太過魯莽了 我覺得 作為過來人 看看我 你能否承受到這個壓力 一個很普通 不是經營開社交媒體的人 可能他承受我 一個星期的壓力 可能已經忍不住 做空中飛人了 我這樣說 你行不行 我覺得要好好考慮 你考慮清楚之後 你也是OK的 我覺得可以去買 因為這個是你的自由 當然你要救情 真的不要因為這些很表面的因素 為了賺錢 以為是可以賺快錢 這樣這些的原因 就拋個人出來 是不健康的 是被人誤導了 以及是一個騙局 根本是墮入了 究竟女人 還是男人 在OnlyFans上面 是賺得多些錢的 因為我們經常只聽到 OnlyFans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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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太聽到男 小聲跟大家說 其實我是有訂閱一些男性的 哈哈哈哈 我們看看他這個數據 如何分析 大部分 在OnlyFans上面的 Creator 其實都是女性 有80%都是女性 男性 只是佔20% 作為Creator 但是 他們的佔重 都是很significant 剛才我們說 平均的OnlyFans Creator 在OnlyFans上面 是賺100多美金左右 但是 男性Creator 平均是賺1500-7500美金 平均 另外 我們看到 剛才說 Top1%的Creator 是霸佔了 絕大部分的盈利 然後 30% 的OnlyFans 的TopCreator 是男性 不是說 女性都佔七成 但是 男性都有三成 不是9比1 甚至 全部是女性 Covid 封城 那段時間 男性的Creator 發展的速度 是以3倍 超越了女性Creator 的成長速度 當然這個也跟 本身 是女性 比較飽和 男性 就沒有那麼多人加入 是有關的 又不可以看到這個 就覺得是一切的 為什麼 男性Creator 會賺得多些錢呢 平均 男性Creator 通常他們 那個Niche 都是很獨特的 包括就是 LGBTQ Plus 那本身這些 同性戀 變性 人 這些 的 題目 是極小眾 那你小眾 就 容易些 去 找到一個獨特性 那另外就是 Fitness Model 就是我Follow那些 大隻佬 那其實都是非常集中 還有 有一個很精準的 中誠度的粉絲 的Base 那另外就是 因為太罕有了 只有20%是男性 那男性那麼少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那麼大的競爭 那他們出來 一出來 就會 容易些賺錢 那樣 因為市場上 沒有其他可以選擇 可能只有10個 那第三點分析呢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他說 女性如果收得貴 是會受到很多 社會的Social Stigma 說到他們很不對 如果買得貴 但是男性呢 買得貴 他們心理上 是會覺得會舒服的 去嘗試下一個 高一點的Pricing 你一個Subscriber 收10元美金一個月 和你一個Subscriber 收40元一個月 那個已經是一個 四倍的差距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 因為一個社會的風氣 和一些 對女性的偏見和厭惡 男性呢 是比女性更加會 容易去試一個 高一點的價位 所以他們都會找得高一點 如果你男性也好 女性也好 你本身也是有一個知名度的話 你再把這個知名度 轉化到OnlyFans收課金 那個Gender的Gap 是會窄了的 即是男和女都會差不多 但是呢 如果是Non Celebrity Creators 你本身不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你男和女都是由零開始的話 男的Creators 是會賺得多一點的 是超越女性的 所以這個呢 就和大家的 偏見的想法 是很不同的 你以為女性是不是比較容易 其實 現在這個市場呢 他們就顯示 不是喔 那說完數據 最後呢 我就揭秘 我作為這個 OnlyFans Top 10%的Creators 究竟我每個月 是賺多少錢呢 在OnlyFans 其實呢 大家看到我的數據呢 除了開 每個月 是真的 百多元 二百元 美金而已 即是為港幣呢 是千多元 那我已經是叫做 Top 10% 其實也挺少錢 所以呢 我經常聽到一些人 說笑說 經濟不好啊 沒有錢啊 我要開個OnlyFans 我要賣相 那樣 我知道 我知道 大家在說笑 但是 這件事真的不是你想想中那麼容易做 而且你如果做 其實真的 你很容易會後悔的 即是 如果你本身不是喜歡拍照 不是喜歡發表 這些 好像我這樣發表的偉論 你是真的為了那個錢呢 我就勸你真的 腳踏實地 做回一些正常的工作 會好些 因為這份工作 承受很多壓力的 即是如果大家看看我留言 電燈啊 IG 那些人是日日的事情 怎樣攻擊我 即是你們 是不是承受到這件事 如果我Patreon 都開了第七年 今年七年 你是不是可以 維持地做七年 而且你真的 全時間工作 從早到晚 你都在想什麼內容 跟什麼人合作 這樣 是不是真的可以 如果你本身不是 對拍照 或者寫文 做KOL 這些 是很大興趣的話 你有這個時間 Dedication 去 所謂賣相賺錢 為什麼你不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呢 或者找一份好一點的工作 或者自己開過小生意 這樣 其實你是會 更加 不會有這麼大壓力 或者 更加容易走 這條路 好 多謝大家看來這裡 也很開心可以在Youtube 跟大家分享更多 更加詳細的話題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 一起討論 一起去 或者指證我 改證我 都可以的 因為我做人不是說話 什麼都適合 甚至我的研究 可能都是有漏洞 所以大家歡迎留言 去指證我 跟我討論 各樣東西都好 無論如何 都很開心你們留到這裡 我就想祝大家 去到餐廳 想吃自己喜歡的東西的時候 就發現那樣東西 是半價 哈哈哈哈 今天這麼巧 在做廣告 好了 那就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如果有什麼想聽 都可以留言 告訴我 看看好不好 講這方面的事情 跟大家 好了 拜拜